十四节 戴帽子的麻风病人 第二年春天 我在中南的唐镇圣洁教会里带领聚会 很多人参加得了很大的恩典 虽然每天为病人祷告 但专为病人祷告的时间 是在第三天或第四天 那天也有数百名的病人一拥而来 都一一的给按手医病了 只要按手 不论什么病人都得了医治 而为了这些病人 不论坐着躺着还是站着 都非常恳切的做祷告 不祷告就不能期待有什么神迹 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十八节里说 耶稣进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我常常相信 祷告是主的应许 祷告过后毫不疑惑的相信 我甚至想 我身上若没有神迹 那就是可怕的大诅咒 就更加迫切的祷告 我相信 无论在哪里祷告都会有应允 在帽子上 但是我还是坚持让他摘下来 他没有办法只好摘下帽子 我看到他的样子就后悔了 他是非常严重的麻风病人 两个眼皮往下坏 鼻子没有了 嘴唇也是往下翻着 牙齿在外面露着 眉毛上部就如腐烂的鱼 八个手指没有了 还流着浓血 脚趾也只剩几个了 我在一生当中从没有见过如此可怕的患者 信徒们都害怕接近他 恐怕被传染 但我却无法躲避 只好按手在那人头上 恳切的向主祷告 主啊 医治这个人的病吧 求你特别怜悯他 如果这人因这病非死不可 那么还不如把这病挪到我身上来 叫这人得医治吧 就这样反复祷告了三次 然后我又抚摸着他没有指头的手 重新祷告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里流下了泪 那人也哭泣着 我的手沾满黏糊糊的黏液还有血 讲师 我现在感觉全身很舒服 痛苦完全消失了 这是他说的话 跟他一起来的他的母亲除了头发没有掉之外 其他的病症也与他同样 我为他的母亲恳切的向主献上了祷告 我如果不怜悯他们 主一定会对我失望的 我想主给我打发这样的病人 是因我昼夜祈求祷告给我医病的能力 所以想要试验一下 我是否是一个能担当起来的仆人 虽然我手上沾的那人黏糊糊的浓血 却没有觉得脏 因着主的爱反而泪流不止 然后我准备要给另外一位病人按手 他后面排了大约七十名患者 但是他们看到了我给麻风病按手过的手都散去了 不想用摸过那个人的手来接受按手 还有的人恶心的跑到一边去呕吐 更有甚者头上顶一张报纸要求按手 两个月过去了 在距离这六公里的地方引导聚会的时候 得过麻风病的母子俩一起来参加了 他们的气色特别好 显得格外喜乐 他摘下自己的帽子给我看 之后让我向他头顶吹一口气 我就用嘴吹了一口气 那人边笑边说 好凉爽 我仔细一看 眉毛刚刚冒出来 头发也是刚刚冒出来 全都是换处的脸也变得干净了 他的母亲也是同样的洁净了 这是多么伟大的神迹啊 主现在也仍然在做主的工作 在有爱的地方实时显现他的品性 耶稣下了山 有许多人跟着他 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拜他说 主若肯必能叫我捷径了 耶稣伸手摸他说 我肯你捷径了吧 他的大麻风立刻就捷径了 耶稣对他说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献上摩西吩咐的礼物 对众人做证据 太第八章一至四节